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星岛日报实习记者夏凯一 将近20万男家民众,16日齐聚男洛杉矶 参与第32届马丁路德金游行 一同纪念民主领袖马丁路德金 这位人权斗士的精神依然深深感染着今天的美国人 游行主题也仅扣实施 主题为我们要比以往更同心合一 16日晴空万里 约100队包括花车等游行团队陆续出发 参与游行的包括纽奥梁风格管弦乐队 以及洛杉矶传统韩国舞蹈学校的舞者们 来自南加各地过万名群众早早就在路边站好位置 热情参与着全美最经典最大型的游行 今年的游行主题为我们要同心合一 政治意味波浓 加州参议员副主席德莱奥在游行开始前发言称 我们正面临历史上的特殊时刻 民主在今天一分为二 他表示 在这个特殊时期 加州更要在这不确定的世代中保持希望 他强调 加州不会向任何一位去图破坏我们经济繁荣 与基本人权的人做出妥协 游行大理官 联邦众议员华特 在电视采访中也表示 民众不能在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面前表示沉默 他说 我们要游行抗争 为自己的权力而斗争 洛杉矶市市议会主席韦森和市议会成员们态度一致 表示所有议员们会继续推翻仇恨 离间以及偏执 另外 由洛县医护人员组成的游行团队 手持支持傲视健保标志 口喊抗议口号 一同抗议废除前总统奥巴马的傲视健保 前游行大理官托马斯表示 健保应该是每个人的权利 而不是某些人的特权 以上新闻由记者夏卡逸编译为您播报 后要不要打开 我看到这支手线表情 有所拗接 我脗接 总绪接 有所拗接 解 我 不 replacement